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和大家介紹一下省私開崗儀式 一個新的獅頭回來 它極其亮智是一個製作精美的工藝品 它一定要經過這個開崗儀式之後 才可以賦予它靈性 給它的生命令 在傳統上省私開崗儀式是非常之隆重的 它是一定要請一些社會上有名望 或者一些德高望重的前輩來主禮 省私開崗儀式包括幾多方面 包括有祭祀、辟邪、參花掛紅、點精、灑靜 然後要起舞行三貴九寇之禮 一般開崗後 獅子用的技法會用相逢朝陽 相逢朝陽之後 到最最後之後就會自轉一圈 自轉一圈就表示一團和氣 這就是一個武法 點精有什麼用品呢 就有老薑、珠沙、新的毛筆、神紅、狀元花、鹿有葉 薑為什麼要用老呢 因為老薑是老的辣 如果在舊式裏面聽一些長輩說 眾家會即場找一隻紅雞 把他殺了一隻紅雞之後 找些雞血混在豬沙 放在薑那裡才進行點精 這樣可以增加他的辟邪能力 在現今的社會就越來越進步 不過生活節奏也都越來越快了 所以開崗的儀式現在是越來越簡化的 只是摘取他的點精那部分 所以現在很多時候都說 省師點精、省師點精 其實省師點精就是以前的省師開崗 但是在武師的人的心目之中 始終都認為一旁紳師一定是要經過這個點精儀式 或者經過省師開崗儀式的洗禮 才可以賦予他的靈性 他才是一個可以掙扎辟邪 神聖不可侵辦的聖頭 所以省師開崗儀式 或者省師點精儀式 歷久不須到現在都一直沿用下來 省師開崗儀式 現在開始 一、上鄉 請院外母師傅主祭 請潘敬民師傅上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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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闢邪 請潘敬民師傅主禮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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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是否你來 四點睛而聲,請院外母師附著禮 一點鬼神經,左眼睛右眼明,風調雨順,驅邪扶正,天署橫梁國,有誠又有利 四爪洪傑,步如飛,獨國晴天鎮沙串,一筆由頭好到尾 四爪洪傑,師城聖明,威力無邊 五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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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j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